無緣無故買一部這麼舊的機器 有殘有舊,你是不是瘋了? 大家好,我是Mathel 歡迎你收看影攝街 今天這段影片是2002年第一次出片 所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你知道我們現在疫情又來了 我們偉大的政府 這段影片就是想說 我今年做的一件事就是買了一部舊機 大家看的題目也知道 就是Leica MP240 原因是因為我無緣無故想拍攝彩色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頻道 大概都知道我平時用Leica Modocone拍攝黑白照 今年一開始我就在想 其實我拍攝了這麼久,不如試試看 轉彩色拍攝一次,看看會不會有新的東西 刺激到一下 它跟246一樣,用同一顆電 然後麵條差不多一樣 其實就沒有什麼需要適應 因為如果我買一部M10 可能要一些時間適應 我只要減少一些時間 就直接買一部240 還有一個最血淋的理由 就是因為便宜 不知道平時大家拍攝是拍彩色還是黑白 全部照片都是用Modocone拍攝 平時拍攝的習慣就變成黑白 可能我在看著的時候 已經想到黑白拍攝會如何 突然轉彩色 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挑戰 因為你要留意的多了 留意附近有什麼顏色 可能它們撞出來很有趣 這件事在黑白攝影中就沒有 因為你變成黑白灰 大家就可以看看我這兩個星期拍攝了的照片 在看著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實這個純粹是一個短時間的項目 其實我之後也會轉換用黑白拍攝 那這部機器怎麼辦呢? 會保持著的 因為彩色也有很多其他的用途 除了街白之外 可能幫人拍照 可能你行山 以劉念碳拍彩色 那一定是好過拍黑白的 因為有時候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拍黑白的 今天這條影片暫時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